中国经济上个月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在政府收紧监管和全球经济恶化的背景下 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和出口需求下滑 凸显出重振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中国经济活动全面降温 由于工厂产出增长放缓 且房地产投资加速回落 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意外下降 为5个月来首次萎缩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 将令人们更加担心全球经济最坏的局面尚未到来 特别是在许多经济学家都预计 美国将在未来12个月陷入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 在中国国内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 给了上个月刚刚获得第三任任期的习近平 带来了挑战 习近平已经巩固了他对经济决策的控制权 考虑到他主导的房地产调控和防疫政策 严重打击了经济人气 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都在观察 他是否会专而采取更加务实的手段 中国今年前9个月的经济增长率仅为3% 很有可能无法实现GDP增长5.5%左右的官方目标 中国政府上周发布了16条举措 包括对高债务房企的融资提供进一步支持 以及加强住房供应等举措 相当于默认其政策带来的经济冲击 同一天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旨在减少疫情防控措施 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的20条措施 尽管政府官员多次努力扭转房地产销售的长期下滑趋势 但开发商和中国的家庭都保持谨慎 在等待房地产行业的企稳迹象 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明年同比增速会加快 特别是如果中国开始取消防疫限制举措的话 即便如此许多根本性问题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因为中国政府的刺激措施 很大程度上偏向于扶持制造商和增加由政府主导的投资 对于改善消费者人气几乎没有作用